华欣保险在哈岗的总部举办了企业年终税务讲座 吸引了超过100位的企业雇主以及财务主管士到场参与 现场是座无虚席 政治公司行业年终结算的重要时期 这场讲座为雇主带来了快速而且有效的解决办法 2018年的最后时间 企业结税还能做些什么 特朗普减税法案 号称美国近30年来最大的税务改革 对公司影响尤其深远 但毕竟今年是新税法上路第一连 很多雇主 财务主管还摸不着头脑 讲座针对申报企业收入抵扣项目的注意事项和地雷 联中库存盘点 盈余结算 资产折旧 结税新方法展开介绍 这个加州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全面的民主党化了 那这个工会的力量 劳工的力量 那这些劳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是在加州十年以来 都是说腰酸背痛 用劳工伤害的方式来告老板 那现在呢 产生了很多新的方法来告老板 就比方来讲说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或者是什么lunch的break的时间 然后没有准时 种种的这些我们假设做雇主的认为说 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 根本不是一件事情的事情 可是呢 因为有专业的律师 一挑动的结果 那就变成一个class来告公司行号老板 把很多企业主都在加州做生意 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 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所有的雇主们 该要注意的劳工法海报 一定要及时的更新 我们花信保险到劳工法海报 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 你是我们现有的客人 你都已经收到我们的劳工法海报 如果你现在还不是有这个方面需要的话 尽快给我们一通电话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寄给你 或者专人送到你的府上 我们尽快把这事情完成 不只是贴劳工法海报 还有很多的细节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注意 然后就比方来讲说 从2019年开始 只要五个人以上的公司 五个人以上的公司行号 所有的主管就要上 所谓的性骚扰防治的这些课程 那么花信保险也都为各位准备好了 只要各位有这方面的需要 需要上这种课的话 请即刻跟我们联络 然后这个会让我们花信保险 provide这样子的training给各位 那当然另外的话就是 我们每一年都会办 劳工法税法的这个讲座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schedule 已经排出来了 我们从1月24号开始 会连续的五个礼拜 1月24号开始连续五个礼拜 那会给社区里面请专家 来做这方面的这个讲解 南加州知名会计师 施启祥指出 新增的199A条例 使得除了C-Commeration 以外的企业 都有机会抵减20%的 符合标准的收入 很多公司可以享受到不少的税务福利 但减免的标准和申报都非常复杂 需要专业会计师的协助 那今年呢多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 199A的这个法规 这199A的法规最主要是因为 各位知道从2018年开始 所有C-Cooperation的这个纳税者 它的税率只有21% 那我们讲除了C-Cooperation以外 那S-Cooperation partnership 或者是个人独资的 这些税率当然是有下降 但是呢下降的比例不像是 西公司会下降那么多 所以说它多了一个199A的这个法规 这199A的话是可以给你 大概20%的一个减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能够帮助很多人的一个税法 那最好的一项呢就是说 在2018年折旧可以折旧到100万元 那我们假设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公司有赚钱 你今天去买一部Tesla Model X的车子 十几万的车子 这十几万车子都可以一次当作费用扣掉 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因为在去年以前 它这个要求跟规定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在这个新的税法之下 大家可以享受到很多的扣减额 但是呢 它的规定增加了 它的要求也增加了 所以说在做的时候 需要大家仔细看一看 你自己的财务报表是怎么样子 跟你的会计师讨论一下 看看你适不适用 承德律师事务所赖威林律师 提醒企业雇主 除了要了解法规的改变之外 也必须张贴最新版劳工法海报 2019年劳工法海报中最低实心公告 加州工作场合歧视和骚扰管理 变性人权益 EDD残障保险 失业补助金福利通告等部分均有变动 每一年其实新的劳工法越来越多 今年其实2019年蛮精彩的 第一个就是2019年的年初 每一个公司跟雇主必须要贴大的劳工法的海报 因为每一年的海报都会有一些变化 第二个是不要忘记就是1月1号加州的最低工资都增加 25个员工以下的公司11块钱一小时 26个员工以上的公司是12块钱一小时 第三个大概最大的改变就是新骚扰的training 五个员工以上的公司必须要training所有的员工 一般的员工不是manager的员工一个小时training 每两年 第二个是manager的员工 有权利去supervise别的员工 这个每两年要做两个钟头的training 这个training什么时候要做完 就是2020的1月1号之前来做 第三个不要忘记就是想要多了解这个劳工法 必须要参加每一年年初的时候 2月到3月的时间 华信保险都会办一个劳工法座谈会 天校卫视采访报道 好